美國現在不斷把中國大陸說什麼 你就是挺俄羅斯的 但是烏克蘭這邊也希望了 中國大陸能夠在俄烏的局勢當中 扮演關鍵的角色 但這個時候不受到美國的挑撥 來看到中國大陸的國防部發言人 來看到他有譚克菲有說 中俄兩軍會進一步加強戰略溝通協調 而且會有組織海上空中的 聯合巡航的相關演訓機制 我們先來聽聽看 中國大陸國防部怎麼說 3月21日 習近平主席同普京總統 舉行了真摯友好富有成果的會談 達成了許多新的重要共識 共同剥話了未來兩國關係 發展新的願景藍圖 近年來在兩國元首戰略引領下 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在高水平上持續向前發展 兩軍戰略溝通與務實合作 不斷邁上新台階取得新進展 不斷為兩國關係發展 充實新的戰略內涵 中俄友誼歷久迷奸 中俄關係不是類似冷戰時期的軍事政治同盟 而是超越該種國家關係模式 具有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的性質 中國軍隊願與俄軍共同努力 全面落實兩國元首重要共識 進一步加強戰略溝通協調 定期組織海上空中聯合巡航和連演連訓 你怎麼看 我聽了頭皮有點發麻 怎麼說 一方面我知道這個事情是早已經死了一段時間 比如說在靠近日本海的時候 經常有解放軍配合的俄羅斯軍隊在做巡航 配合俄羅斯的軍艦在做巡航 還曾經跑到日本旁邊那個 什麼中古海峽啦 那個大嶼海峽去巡航過 那這段時間也在伊朗旁邊做演訓 跟伊朗聯合演訓 那我想到是說 會不會到台灣海峽來演訓 中俄跑到台灣海峽演訓 這可能性不能排除的啊 當然有可能喔 但會不會到南海去演訓 那就是另外一個關鍵的 那在南海有一個國家非常聽俄羅斯的 叫什麼越南 所以會不會造成說 中俄跟越南又在南海聯合演訓 所以這個會步步升級 當然中國大陸一再強調說 台海問題 台灣問題 是中國的內政問題 不容他人干涉 但這個並不能排除說 中俄在台灣海峽 或者台灣的周邊進行聯合演訓 邏輯上是不會這樣成立的 第二個就是說 台灣前段時間自己屁股仰 竟然配合美國去制裁俄羅斯 談到俄羅斯 對啊 那莫名其妙嘛 我們到底有什麼 那俄羅斯的立場是說 你只要沒有參加制裁 就是我的好朋友 對 你參加制裁 那對不起啊 我就視你為敵人 對啊 日本就是處於這種窘境嘛 你看那個誰啊 那個韓國就不敢啊 對啊 韓國乖得很啊 我說沒有沒有 我沒有 我絕對沒有制裁你喔 嚇得要命 那台灣莫名其妙跑去制裁 又不是真的制裁 假制裁 發現我們的中油公司 偷偷摸摸 已經買很多俄羅斯的能源對不對 那表面上你制裁 你就掛上黑名單了嘛 那不是給俄羅斯一個合法說 那我可以到 台灣海峽周邊去演訓啊 那也不用對台灣客氣 而且俄羅斯一個最強的東西 叫潛水艇 潛水艇他是強的 他是世界上最強的 那他跑到台灣海峽附近來演訓 那我想他頭皮就發麻 因為可能我們也看不到 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也沒有辦法找得到 所以呢他潛在下面 跟你潛一個月呢 對不對 這個關鍵意境 因為潛艇就是這樣子嘛 關鍵的致命意境 他的核潛艇 目前是全世界最好的 是啊你看 你看就台灣自以為自己有底氣 跟著美國走 結果呢搞了半天 你根本就沒有相關的籌碼 再來看到說 這是不是又在炒作中國威脅論 美國最高將領 又宣稱中國大陸 核武器能力 讓他傷腦筋 這位誰啊 就是美國參謀聯席會議主席米利啊 然後呢他說 中國大陸核武器 真的讓他好傷腦筋啊 華盛頓無法阻止中國大陸發展 然後他也說呢 大陸擁有強大的核能力 而且他們可以打到美國的洲際彈道導彈 米利還說 我們可能無法採取任何行動 來阻止 減緩破壞 攔截或摧毀 中國在未來 10到20年規劃的核發展計畫 他們說 會按照自己的計畫來行事 中國跟美國不一樣 中國是一再宣示 在各種場合裡面 也一再強調保證 而這個保證全世界是相信的 對 就是中國絕對不會率先使用核主器 除非中國的本土 注意他強調 中國的本土 遭到核主器攻擊 他們才會反擊 這是第一個原則 第二個原則 中國 不跟人家做軍事結盟 所以不會有其他國家 遭到核主器攻擊 他就去攻擊美國 比如說今天美國用核主器 去比如說去 北約啦 北約的成聯國啦 他就要去攻擊 他沒有這樣子啦 不會 他不會去參加這個東西 所以 中國本身 這個讓人害怕的是 並不是說 他這個承諾 不能保證 而是什麼 而是他以前沒有這個能力 一下子這麼多能力來 現在有能力 那我跟他解釋 我對中國的核武能力 我也很傷腦筋 什麼意思 明明你可以擁有 2000顆以上的核子彈 你到現在幹嘛還 只用了200顆啦 當然有的網友說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偷偷摸摸有500多顆 問題是全世界怎麼跟你算 你頂多就300顆啊 有了好啊 有400啦 有400這個數字啦 都是用話欸對不對 但總之 絕對少於500顆嘛 你再想一想一件事情 蘇聯6200顆 美國5800顆 那我就問一個問題啊 你要跟蘇聯美國 坐上核子麻將桌 你是小咖的啊 你什麼叫核武大國啊 這籌碼就不夠這樣嗎 對啊 你不過比印度 比英國多一點而已欸 搞不好你也比法國多不了多少欸 英國也有一兩百顆欸 那英國是小國家嘛 你的GDP有18兆美金 你要去保護你18兆美金的財產 你這麼吝嗇 才用了不到500顆的核子 去保護你這18兆的GDP 英國才多少 英國沒幾兆欸 他變小六了 對啊 被印度趕過去 很糗了 所以他都有一兩百顆 在保護他的核子 連印度都有欸 我說 中國不要謙虛到那種地步 中國也不要所謂的內斂 或者是 他們以前很喜歡講的 稍微謙虛一點 掏光養晦 掏光養晦 也不要掏到那種程度的光 也不要養晦到那種程度光 就大大很坦白的 我中國GDP這麼大 我需要保護我這麼多的財產 我需要這麼多的核阻器 要不然 被你們攻擊的時候 一發出去 要是都被你們攔截 我什麼戲都沒得唱嘛 保護攻擊一樣到不了嘛 威嚇力一樣到不了嘛 那舉個例子 你怎麼能下美國 跟出俄羅斯啊 對不對 你拿一個500顆的 去給人家 5000多顆 6000顆了 你怎麼能夠威嚇人家 你怎麼能夠讓人家覺得害怕呢 米利害怕是假的 米利是想說 哎呀有一點那可能會2000顆啊 他這樣才害怕 可是中國最近還是想說 我到哪一年才1000顆 很簡單的事情 中國又不是不會提煉濃縮 中國又不是不會產 產釉又不是沒產釉 哎呀 中國就是太和平了一點 到現在好 國防預算佔GDP的比重 才1.7啊 美國多少3.5啊 俄羅斯多少4.5啊 台灣都3了 台灣都2.7啦 對啊 你不要這麼愛好和平好不好 哈哈哈 對啦 委員是用另外一個方式 講說 你天天炒作中國威脅論 中國大陸都已經告訴你說 他不主動攻擊 而且他也才漲 最多也才400顆嘛 500顆以下的 跟你美國這個幾千顆怎麼比呢 你天天炒這個 到底有沒有道理 另外再來看中國大陸 是自己造自己的步伐 來走這個事情 尤其是在經濟的論壇上 現在全世界經濟呢 都在看中國大陸 世界不是繞著美國轉的 這一週都在看中國大陸 那李強呢 他是財經專家 他在博奧論壇喊話了 他說呢 來看到 中國大陸不會透過戰爭 掠奪方式去實現現代化 反對單邊制裁 貿易脫鉤 確保全球供應鏈穩定 在在都在說美國 還有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 跟世界分享 中國大陸發展 自信開放的中國 我們先來聽聽看 李強這一次呢 他對著全世界 怎麼來破壞中國大陸 經濟藍圖 反對濫用單邊制裁和殘壁管轄 反對選邊站隊集團對抗和新冷戰 我們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之間分歧和爭端 共同維護世界的和平安寧 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和脫鉤斷鍊 要確保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暢通 為世界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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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入強勁的動能 我們絕不會通過 戰爭 殖民 獵奪 等方式去實現現代化 我們一定會用和平和發展的方式 使14億多人口整體邁進現代化社會 這將為亞洲和世界經濟增長帶來強勁的動能 蔡委員怎麼看 全世界正在看中國大陸發展 尤其是NF總裁 他說今年中國大陸經濟增長率是5.2 他其實是非常非常的低調 說5.2 但是大陸經濟增長會貢獻全世界三分之一 他說大陸GDP每增長1% 會帶動亞洲的經濟0.3的增長 還有呢 市營的前行長金庸說 大陸對世界增長至少三分之一 而且可能會到40% 這位RMF總裁對他很頭痛 去年年底還在唱帥中國大陸 沒錯沒錯 我一直在講說不可能至少5%以上 我跟很多人賭罪或賭贏 好啦他轉向了 他轉向了 他自打臉了 不是這是個專業估算 他怎麼會被美國人拖著兵子走 現在很有趣的畫面 中國明明今年經濟成長率很好 5%以上 可是他拼命在推動經濟發展 拼命在拉攏外資跟國內內部投資 叫做投資中國 就內外循環 相比一下 美國拼命在幹嘛 美國拼命在挽救銀行危機 然後歐洲拼命在挽救俄烏危機 你們在幹嘛 你們怎麼會把國家置疑到這樣子 第二個中國大陸現在所有的數據都顯現 是全世界治安最好的國度 對真的 美國呢 天天的這個槍殺案都數都數不清楚 最近就又有一個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一個國家治理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現在我們要面對一個客觀的事實 即使中國如此 他今年的人均GDP能量大約是一萬五千塊左右 他有最偉大的歷史成就 就是有六億人脫貧 但光六億人脫貧不夠 像習近平主席講的 就要共同富裕 共同繁榮 那就要趕快的把人均GDP再往上再拉 現在這一代當家的中國的領導人 一定要努力的 在你們退休之前 把你們的GDP要能夠拉到兩萬美元以上 那全面的進入什麼 新的新興的已開發國家 要到達這種水平 不能說現在就致滿了 我好像我國家的GDP已經比美國大了 什麼購買率平價已經比美國大了 我現在18億 美國24億 然後差距越來越接近 光這樣不夠 人均GDP還要最好再翻一倍 到達三萬塊美金 就是這一代中國的努力 要達成這個目標 除了要去維持和平的環境之外 要精準的投資 還有建立國際信用 有一件事情 我很欣賞中國大陸 難怪有那麼多錢 一直湧向香港跟中國大陸 就前一段時間 大家都在唱衰中國大陸的房地產 對 所以變成有很多的銀行 是因為房地產貸款跟著倒了 而且像村鎮銀行 中國大陸收拾得很好 讓人家對於中國大陸的金融管理 是有信心的 第二個 前段時間他們有個央企 叫做什麼 紫光集團 最近不是那個以前被抓起來嗎 被抓了 那紫光集團呢 它海外發行債券 那剛開始全世界認為說 紫光集團倒了這個債券變廢物了 結果不是 它中央政府出來收拾 就是說我既然是央企 就是我中央政府的信用 所以我本金可以晚一點給你 我利息一毛錢都不賴你 這個就簡單的 就在全世界宣誓 我中國是一個有高度信用的國家 你有信用金融系統再建立起來 人民幣才能國際化 相反的有個國家幹得很爛事 就是瑞士信貸銀行 竟然很多人買了瑞士信貸銀行的 AT1債券 他竟然說 我的瑞士信貸快倒了 你這個債券都歸零 173億 誰損失最大 就不到半年前 誰買了10億美金呢 沙烏地阿拉伯 難怪要趕快去美元化 他一下就掛了 他沙烏地阿拉伯想說 我要賣多少石油 才能夠賺10億美元 你不要以為好賺錢 你這樣一下就把它掛了 所以他的債券加股票 只有剩下3億不到 7億不見了 都是債券 所以中國 這個對維持信用 要開始來加強 而且要想辦法監督民間企業的債券 或者債務 也要有這種企業家高度的責任感 要求企業家 你除了賺錢以外 要有國際信用 要有國際責任感 那這樣以後中國跟他談生意 一言九鼎啊 沒有懷疑啊 你在博爾論壇講什麼 他都會信你啊 你在北京講是什麼 什麼中國發展的高層次論壇 蘋果老闆也會相信你啊 你說到做到 你千萬不要像拜登一樣 我今天要2000億美金啊 要做什麼事什麼事 到現在一毛錢都沒看到 對啊 然後動不動 動不動就是 哎呀我要多少億啊 給太平洋小國家 到現在錢的香味都沒聞到耶 所以這種說話不算話 就現在已經變成 美國被大家忌憚的 尤其是他這一次制裁俄羅斯 使得俄羅斯富豪的錢 或者全世界許多王室 很多的家族辦公室 家族辦公室 就是很多傳統產業 創辦人已經離開了 然後大家子孫不要分家 成立一個家族辦公室 在管理家族的財產 那這些家族財產 最害怕什麼 政府沒收嘛 對 所以你中國建立一個 不管如何 我絕不沒收私人財產的 除了課稅啦 除了共同繁榮啦 正常的合法的稅間 我絕不沾你一毛錢 是 這樣會有什麼效果呢 所有的全世界的資金 就湧向香港 把香港在國際金融地位裡面 往上很快的提升一個 很大的一個層級 香港是中國的東方珍珠 要好好運用 的確香港真的是一個東方之珠 那尤其是美國最近 委員好像 美國失去了自信 本來他是一個世界強國 但最近有幾個呢 都讓他覺得說 你好像失去了自信 第一個是美國眾議院 415票比0票反對 通過了取消 中國大陸發展中國家地位 大陸也沒在稀罕你這個 你給人家課了那麼多關稅 人家也沒在在乎的 然後共和黨的眾議員 這個金印玉他的論點 就被他笑翻了 說為什麼要取消開發展中國家的地位 因為大陸經濟體僅次於美國 如果美國被視為是已開發 那代表你是第二名 所以你也是開發中國家 你要比較辦理 這個邏輯就怪怪的 印度他現在不是 那也是 已開發國家嗎 另外再來看到 是TikTok的聽證會 被說你徹底失去了自信的美國 中國大陸科技崛起了 美國你看這樣子 對人家獵巫 金印玉是一個韓國人 韓裔的美國人 他這次有個中國人跟他競選 他就全面抹黑他 他說你是共產黨的間諜 什麼東西啊 就那個人跟台灣關係很好 所以這個就是這種人 那他現在知道說 要打反中牌 去討好白人 爭取白人的選票 所以他講這種沒有裡頭 什麼叫做開發或者已開發 是以WTO為準 WTO規定說 大概兩萬塊美金以下的國家 人均GDP兩萬塊美金以下 算是開發中國家 以上呢叫做已開發國家 當然會有其他的標準 我是簡單舉一個例子 那現在是不是因為你規模大 如果這樣子的話 巴西一兆八千億 那他也是開發 對啊 然後那個誰啊 印度啊 印度更強 比英國更大 英國是開發國家 印度是不是應該開發國家 這沒有常識嘛 所以我是覺得 不用去理這些 因為那些美國 中藝人的水平越來越低 特別是這次抖音 對 TikTok的那個聽證會 我差點傻眼 因為我對美國的 參眾藝人的水平 本來就認為他很低 沒想到比我想像的還要低 那現在你看那個周壽之 這兩天紅的不得了 對 每個人都把周壽之捧成英雄 他突然爆紅 是啊 的確是如此 因為他呢怎麼樣 他就是呢 很認真的跟他講道理 但是呢 美國這些眾議員 這些媒體對他不斷連番拷問 那也讓大家看到了 誰是不是失去了自信呢